其實你現在說的就是英文 我們地產就是叫做 General 是對人不對屋 Specific 就是對屋不對人 那我們要這樣記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整個表只有兩樣東西 我們地產是考的 第一就叫做 Data Data 就是說什麼呢 如果有一間屋 那這間屋它周圍的資料 就是人口啊 城市啊 等等 是 General Data 就是說 跟這間屋無關的 對人的 對周圍的人 相反如果 Specific 就是說 這間屋的尺寸 高度 宋寧 那些資料我們就叫 Specific Data 好 另外一個我們要考的就是 Lean General Lean 就是說 它是針對那個人的 那你有沒有印象是哪一個 General Lean 就是針對那個人 比如 Judgment 是屬於哪種 Judgment 針對那個人 General 是的 Trustee 和 Mortgage 是屬於哪種 Mortgage 呢 Mortgage 屬於那個屋 是的 Specific了 另外 Mechanic Lean 是屬於哪種 那個屋 是的 那我們那時候有個表 說 Voluntary Involuntary 那但是關鍵 General Specific 呢 其實就是 我想講幾樣東西給你先 首先什麼叫 Regression Progression呢 Regression Progression呢 我很快去畫一些東西給你看一下 好 就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 如果有一間屋 那它是在 周圍是好的地方 這間屋是升值 升值是Pro 所以就是進了步就是Progression 它有一間屋 它是高樓大廈來的 但是它在差的區 那它是Regret 傷心 那它就跌價 那這個呢 其實它就是意思呢 就是Principal 因為呢 古價師呢 它呢 是執著這些原則 Principal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而已 還有幾個呢 就是例如說 有一個呢 是常考的 叫Substitute 就是說呢 我們有個Market Approach 我以前好像 略略提過Market Approach 有沒有印象 好 Market Approach 基本上呢 就是說呢 一間屋 然後呢 你要估它這一間 我們叫Subject Property 那呢 就找三間屋 三間這些叫Comparable 記住 那找完之後呢 如果三間都是五十萬呢 記住 其實它是執著 那個原則說 這三間呢 隨便一間都可以代替它 所以呢 就它叫做五十萬 那一個兩個三個 還有好幾個Principal 例如說 有一個呢 叫Principal of Anticipation Anticipate 就是Expect 換句話說呢 我們相信呢 那個樓價一直一直升的 好了 Principal of Contribution Contribution呢 其實就沒有什麼 就就是說 我加多一個addition 就多些錢 加建一個廁所 就多些錢 就不是減錢的 還有一個Principal呢 是 例如說 Principal of Confirmation Conformity 那就是 其實股價師是用這些招數呢 來決定那家屋是升還是跌的 Conformity呢 就是說 例如說那個區 它全部呢 都是 嗯 彩色的 但是唯獨是一間是黑色的 那它呢 就將那個屋價呢 減低它 因為它不Conform with other 那有些人如果反對的時候呢 我們就說 喂 你反對也沒用的了 為什麼 因為股價師 它是拿著這些Principal 去決定 這樣咯 就是說呢 銀行體系裏面呢 有save and loan insole 和commercial bank 那我們要記住這三個 那這一個呢 那這一個呢 是第一手市場 Primary market來的 這裡有個字叫Primary market 就是銀行借些錢出去 給客人 這些人 Primary market OK 好了 它兩年之後 24個月 這裡寫 嗯 它將這個貸款 賣回給 這一個叫二手市場 二手市場 包括什麼 Fannie M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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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儘管出去做生意 我 會將 我們這裡的錢 給你 等你有筆錢 又再去借 這樣 我們明白了這個概念之後 你們大致上知道 Fannie Mae Fannie Mae 它本身是股票公司來的 這是私人企業來的 但是政府保 真的很大 Fannie Mae Fannie Mae 就是做QE的 它負責控制銀行 這些是銀行來的 銀行同業策息的利率 以及Federal Reserve System 是負責賣 或者買 國債 以前 它沒有份 現在它有份 有 有 一個叫做 客人 它有一個叫做 Booker Booker 本身 開了一個戶口 是用客人的名字 戶口 是用客人的名字 所以 Booker開了這個戶口 它的錢 是屬於客人的 分號清的 是它開的 但是始終都是客人的 如果 將這些錢 拿出來 我們叫做偷錢 英文叫做什麼 Conversion Conversion 不是轉換嗎 不是的 原來也有別的意思 相反 如果 我們把錢放進去 是200元 樓上的 我們就叫做 混錢 不是偷 是混 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我們也叫做 Commingling 記住 這兩個字 都是犯法的 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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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這些人 我們就借 但是 六厘 中國人 因為他有錢 還 所以我借給他三厘 就是 同一個計劃 如果被人查到 銀行 就釘牌 我記得 General這個字 英文 是普通 我們這裏 相反詞 是specific specific 就是 對屋 不對人 這個是 對人不對屋 所以 就是 人 人 不對屋 關鍵 我們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 Data 資料 一個就是 Lin Data 就是周圍 家裡的周圍 人口 等等 這個就是 家裡的尺寸 多少個廁所 等等 Lin 我們要記的 就是 說 如果是specific 我們叫三行做 那些工程 那些三行 如果沒有付錢 那個 墨西哥人 或者是沒有付錢 總之 買貨油 什麼都好 人家可以 你家屋 那些叫mechanic lien 就是整屋的 那他整屋之前 要有20天通知 是說 你好不還 你再不還的話 我要告你 那這個就是mechanic lien 那個 那個 屋主 三行 不給錢 員工 屋主都要揹票 如果屋主想不揹票 的話 屋主 就自己 去City 這裏呢 發行了一張叫做 non responsibility 不關我事書 即是說屋主 即是說屋主 事先說明 不關我事 你做什麼都好 但並不代表你不可以做 現在有一個人有間屋 屋呢 因為它是死物來的 所以呢 我們呢 就叫Device Device 那間屋叫Device 那個屋主呢 不是每個屋主都叫Devicer 是遺留了給他兒子 當爸爸死了的時候 那時候 所以那個爸爸 如果是有這些東西的 叫Devicer or 如果受那間屋的兒子 就叫Device C 以這間屋來明明的 相反呢 反過來 B呢 我們首先要認識了Be的字 Be的字 Be就是人 Being就是人 Human being是人 Verb to be 有一個英文叫做動詞 Verb to be 是什麼來的 就是I am 那個am就是Verb to be 是現在認識 present tense You are He is 這個是單數 I you he 是第一身單數 第二身 第三身 第一身雙數V 第二身 第三身 You are 這個You are是Pro 來的了 雙數來的 因為You有一個人 有兩個人 這一邊是雙數 這一邊是單數 They are 現在我這些是教英文的 但我關鍵呢 希望你記住 B 就是人 Bequest這個字 就即是說是Personal property 什麼叫做Personal property Personal也是人 個人 個人產業 Property的中文就是產業 Personal就是個人 那什麼叫做Personal property 就是 假設有輛車 有隻戒指 鑽石戒指 哇 很漂亮 有條頸鏈 有手錶 這些全部都是屬於Personal property 沒錯 而有時候 有些現金都是 這些我們就叫做 Bequest 這些物件 叫做Bequest 但是 以前有那個人 就叫做Bequestor 現在 今時今日 收這些人的那個 我們就叫做Bequest C S22 差不多 Regular sales Trus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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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s 我那時候呢 就跟你說過一件事 就是說 蘋果橙香蕉和桌 我只想問你 這四個 你可不可以說得出 哪一個是桌 那張桌 哪一個是有點不同的 你呢 可能說不出 你不要緊 因為這條很深刻的 其實呢 你是不是真的 完全可以 不知道呢 如果你熟讀這個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呢 我上次不是跟你說的 這裡好嗎 Regular sale 100萬GAUX買回來 100萬買出去 另外呢 就是Short sale 100萬買回來 80萬買出去 一定要有BPO 有Hash 再差一點的呢 就是100萬買回來 30萬買出去 但是銀行收屋的 Credit score 失敗了 有DFord的 那 Regular sale Short sale Trusty sales Regular sale Short sale Trusty sales 這個不同 這個沒有錯了 答案就是這個 Tech sales 那 於是你說什麼是Tech sales 其實沒什麼 就是有一個人 他欠稅谷稅 於是稅谷拿去那間屋 因為欠個EatEat的 於是稅谷拿去那間屋 要過冷河五年 什麼叫過冷河五年呢 就是說稅谷擁有那間屋五年 才可以拿出去賣的 那裏 那裏 過冷河 英文 就叫做 redeem 即是給五年去熟回那間屋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那 Tech sales 他沒有寫collector這個字 有時候 但是其實 什麼叫Tech sales 就是欠稅 所以要賣來那間屋 就是跟稅有關的 有一個屋的Sales 是跟稅局有關的 那就是稅局局長 因為你沒有交稅 所以他就收了你的屋 然後呢 五年之內 你沒有熟回 你沒有交回該有的稅 和Penalty 所以就賣了它 不單是屋的 地都可以的 有時候你聽起來好像很過份 不是的 一些地有的一萬元兩萬元 那些人買了一塊地 的確確 又不去交稅 覺得 咦 沒什麼 差你那幾十元 不是什麼 於是他一搞一搞 五年很快就過了 那終於搞成這樣